大家好,我是林生 首先会影响组织修复 蛋白质的利用在生酮饮食诱导酮症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改变 让身体尽可能过多的蛋白质分配给了糖益生 仅仅将最少的必要量用于组织修复 第二就是肠道的功能受损 生酮饮食纤维含量比较低 并不利于健康的肠道功能 而肠道健康的状况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方方面面 第三就是造成营养不良 首先拒绝碳水化合物这种食物 势必会带来饮食不均衡 为了营养素缺乏的风险 那么长期保持而不及时纠正 会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 同时有可能会引起酮症毒 那么我们的酮体在血液当中 过量的续肌就会引起酮症酸中毒 出现一些像恶心 呕吐 呼吸会带一些烂苹果味 包括脱水 休克 头痛 头晕 试睡 严重有可能出现昏迷 大脑缺氧这种表现 另外也可能会导致肾结石的形成 那么生酮饮食最大的潜在风险之一 就是肾结石的形成 那这一发现在儿科电阶文献当中 经常会被提及 而且高蛋白生酮饮食 还会加速肾病患者的身衰竭 另外可能会带来心血管疾病 那脂肪占据如此高的比重 势必会带来饱和脂肪酸 摄入过量的风险 从而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另外可能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那在流行病学研究当中 高饱和脂肪 那反式脂肪 单糖和动物蛋白 特别是来源于红肉和加工肉的饮食呢 以及一些低膳食纤维的摄入 会大幅度的增加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一个风险 可能会发展成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炎 从而增加了患肝细胞癌的一个风险 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 感谢观看